1.12月30日 孙力在微博用酒公格的方式总结了2019年 同时写下了2020年的愿望 从配文可知 孙力今年只有一部作品产出量 大部分时间都还是给了家庭 她透露 年纪大了越来越断舍离 连平时买的东西也相对变少了 除了期待新剧明年顺利播出 孙力还不忘注重个人的素质提升 据她自己说 平日的自己不仅会写字画画做运动 并且还开始练习八段紧强身健体 而她希望明年的每天依旧能学些东西 好好吃饭和睡觉的同时 认真工作 感受生活 在总结中 孙力还晒出了女儿的画作 看得出来技术已经很高了 不仅是绘画 孙力坦言女儿的毛笔字也有进步 并且爱上了语文 孙力明年对家庭上的期许是 不管再忙 全家人都要一起晒太阳 做运动 看书和旅行 用爱互相陪伴和温暖家人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孙力还表现出了人到中年的无奈 她自己承认 如今两个孩子都开始学会顶嘴了 连儿子等等自己都说 这是她长大的标志 意味着便勇敢了 与此同时 八岁的等等已经换了八颗牙 庞佛一只渐渐长大的小老虎 在孙力的年度总结和新年愿望中 修订自己的家庭书似乎是重中之重 如今的她已经制作出了2016年的 往后的年份也在陆续赶工 用以继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孙力计划明年把2019年的家庭书也整理出来 不过这一系列都是不卖的 刘作全家人各自珍藏 跟以往一样 娘娘孙力还不忘展现自己的恶趣味 原以为明星平时都很忙碌 可孙力竟然还有时间用鸡蛋敷小鸡 并且成功存活衣食二支 看来 孙力老师很喜欢靠这种无聊之事来打发时间 用以获得些心灵上的宁静 有趣的是 网友们发现孙力并没有列出新年的拍戏计划 与去年一样 或许孙力已经渐渐明白 拍戏只是工作 家庭和生活才是重中之重 能活得如此通透的明星其实不多 孙力算是其中一个 跟去年愿望的不同在于 今年孙力还多加了一句人生无常 珍惜当下 疑似指代高以祥事件给她带来的感慨 毕竟邓超是真人秀常客 她内心想必也是提心吊胆的 其实孙力老师说的没错 认真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永远大于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